好 好 谢谢 对了 座老师 你这理清情义重 希望你喜欢 看样子 我得重新帮她戴头西装了 这就是你说的那位神秘的老师吗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啊 不过呢 我还是要感谢你 替我教导我的员工 这种是哪儿而已啊 我怎么就是替你了 好 天君 谢谢你的理由 我很喜欢 什么时候记忆的医抵 也学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了 什么意思啊 不太明白啊 职场上潜力技穷 就想着靠歪门邪道 勾搭竞争公司的新人 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回一场 太天真了吧 太天真了吧 帅帅 你别这样讲话 没关系 天总啊 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我警告你啊 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否则 我会让你说得更难看 好啊 生命一代啊 就当世界以后 怎么办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差点点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灵塘啊 一整天都没见人 姐姐 那充电宝没 手机昨天晚上 好像我充电了 没电了 没有 行吧 西屋世界第一次谈检 我每天 怎么多连夜子啊 李小川 我老师 这人都超像的 我有点不太像的语言 喂 哥 李小川 我给你三十秒钟的时间 你马上到我家来 要不然我就把那段视频 公之于众 让所有人看一看 一个妄图搞婚恋软件的人 自己的感情是有多失败 他是一个有多狼狈的人 那个 我哥喊我现在回去 现在 那 你就跟他说你在加班嘛 袁硕虽然是你哥哥 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听他了吧 我哥喊我现在回去 那可是我们东西都还没开始吃 帐篷都已经织好了 没关系了 既然有事就先回去吧 下次我们准备的冲分点再来 时间机会多的是 走吧 走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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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硕也真是的 急事找你回来又不说什么事 不管什么事情 赶紧回来就对了 他不会有什么急事吧 不会吧 好吧 我先送你回去吧 你赶紧在家里 我随便进来 去吧 我 你赶紧在家里